大家好,我是蜜雪啦 我們的小腿受傷之後怎麼辦呢? 在這一個系列當中 馬拉松治療師事情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小腿的肌肉是什麼,在哪裡 還有它跟腳踝的關聯性 再來就是 如何透過一些肌痛點去放鬆它 還有如何去伸展它 從這一集開始呢 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再開始去訓練它 歡迎來到馬拉松治療師的運動傷害教室 小腿受傷的第五集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如何訓練小腿肚的肌肉 小腿肚既然是踮腳的肌肉 那它如何去訓練,如何去改善 以及像我們之前講過的 伸長收縮,縮短收縮,閉鎖關節動作 如何去應用這些參數 讓你在回到場上的過程中 有一個更健康的小腿肌力 那我們繼續用向腫的腳呢 跟大家介紹如何訓練我們的小腿肌肉 首先我們要訓練的是斐腸肌 這時候我們讓它膝蓋伸直 然後因為剛受傷 所以我會建議你兩隻腳一起做踮腳的動作 往上踮,再往下放 那過程中你可以扶著家裡的牆壁 或是像像總現在扶著一個高腳椅跟家具 那另外呢我們也會建議 除了斐腸肌的訓練 把膝蓋彎曲5度之後做一個比目魚肌的訓練 踮腳往下放 好,那比目魚肌因為比較難 很容易有些錯誤的示範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像總我們現在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比目魚肌的踮腳 這時候呢它膝蓋都是一直彎曲 可是它踮腳的過程中 膝蓋往前跑,身體往前推 這時候力量無法推在它的比目魚肌上 所以我會建議你過程中都維持著5度的彎曲 踮到放的過程 都是5度 維持5度的踮腳 往下放 踮腳 往下放 好,那 接著當你有一個基礎的激勵之後呢 我們要再增加它一些挑戰 我會建議這時候你移到有樓梯的地方 樓梯的地方我們一開始呢 也是我們繼續用斐腸肌做示範 所以膝蓋是伸直的 我們可以雙腳一起把身體往上頂 因為肌肉需要一個伸長收縮的示範 所以現在把左腳抬離 右腳腳跟往下沉 伸長收縮同時又把它往下拉 來,再一次 雙腳一起往上頂 好,左腳單腳往下沉 這時候練的是左腳 對,我們再一次 雙腳往上頂 把一隻腳抬起 單腳往下沉 訓練它的伸長收縮的肌力 也增加這條肌肉在伸長時候的延展性 避免你下次在跑步的時候 在上坡的時候 這種肌肉比較被拉長的情況下 依然有它應該有的力量 那量呢,我會建議一次十下 十下做三組 然後這樣去幫助我們肌肉 建立恢復良好的肌力 在這一集當中教的訓練 其實非常的基本 你不需要有特別的工具 那在下一集裡面呢 市奇會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東西 叫做平衡電 所以大家如果有平衡電 可以準備一下 下一集我們就用得到了 如果這支影片對您來說 有一些幫助 請幫我們在留言裡面寫 為什麼特別有用呢 然後請你幫我們分享給你的朋友 幫我們按讚、訂閱、追蹤 如果想用實質的方式來支持我和市奇 請到拋著基地上市奇的恢復課 或者是基地課 也可以到生活或導翁去添購專業的裝備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次見